好 那我們要上課之前呢 請同學先預測一下 氣味之旅 你想想看 你光看到這一刻的時候 你覺得他在說什麼 說花的氣味 在說花的氣味 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那氣味之旅 你們說到了重點字 氣味 花的氣味 那旅是什麼 之旅是什麼意思 好 醫生要繼續講 凱欣你說去旅行 是不是 好像一個小旅行一樣 好 我們先給6號跟2號同學加分 好 凱欣 凱欣圈 那這個呢 等一下在進入課本之前呢 老師也想帶大家去做一個氣味之旅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是國語課 老師希望我們上網這一課等同學很熟悉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其他的下課時間或是中和課的時間 也帶大家到國外去進行氣味之旅 那現在我們在教室要怎麼進行氣味之旅呢 好 老師呢 有特定的到校園區走一走 然後呢 也發現我們學校有很多很特別的花 有很多特別的植物 那現在呢 老師要請各主來體驗一下 等一下 老師有指定的 好 等一下呢 我們既然是氣味之旅嘛 所以等一下我們大家有授覺為主喔 請你用聞的 所以我等一下在各主我可以放下一個口罩 這個口罩是乾淨的 請同學用這個口罩遮住你的眼睛 然後呢 我們各主會請一位同學到前面來 現在嗎 等一下請各主的第三位同學 好 來 這有單親的口罩 各主的第三位同學 這個單親的口罩等一下可以請你帶到 帶起來 然後我們會請各主到前面來 聞聞看 臉皮摸摸看 拆拆看我們校園的植物 好 來 你不用移動 就在這個位置就好了 我突然發現因為我們口罩都戴著 這樣子有沒有很難聞 等一下可以請你把口罩拿下來 那你跟老師在這邊交靠近而已沒關係 然後請你先聞聞看 告訴我 你聞到什麼味道 然後 先猜猜看它是什麼植物 好 依先生你可以把你的口罩先拉下來聞 什麼味道 香香的味道 多香 像香水味 那你不要摸摸看 好像紙 那你猜它的花大的還是小 你摸得到嗎 小的 好 其他部分先看一看 好 它說這一朵花 這一朵花香香的 很像香水味 好 那其你先往後退一步 好 這是第一組 第二組的 欸玉琳 玉琳 好 口罩給你拿下來 一直都出來 你有聞到嗎 沒有 你覺得你沒有聞到 好 那你摸摸看 看這個花的腕型 等一下呢 我要幫你猜猜看你摸的是 你等一下你的 你聞到的記憶 你聞到的氣味是什麼 你然後猜猜看你的 到底是哪一個植物喔 沒有 你要不要猜猜看它是什麼 像紙而已啊 像什麼 像紙而已 因為你們都摸到花袋了是不是 然後一些摸著 花袋是紙 紙喔 來 紙啊 紙 黑盒是不是 好 OK 來 那現在請同學把面罩拿下來 來 這四位同學你來猜猜看 你剛才摸到的是什麼花 喔 第二組來 面向前面 他說你摸到的 第一摸到是這一個是不是 跟你剛剛想像的有一樣嗎 就是紙是不是 摸起來就像紙是嗎 好 來 第二組摸的是杜蕷花 好 那因為是體驗 所以老師沒有要 你一定要猜對名字是不是 好 來 紙玉姐你摸到的是哪一個花 這一個花 這一個 為什麼 你為什麼會猜它 因為它像紙 而且味道有點像 味道有點像 你剛才摸的 你剛才聞的 好 這是我們校園的桂花 桂花 很香 好 這像香水味 好 那第三組來 來 你們倆 你們倆可以先回去 來 記住 好 現在我要尊重一個很勇敢的 勇敢的人來前面 來 那個 余秉承好了 請你先回座 我先秉承鐵到補償了 好 然後 這一個也是我在校園看到的 我先秉承鐵到補償了 眼睛先 妳眼睛也不走 不然 我吃 好 來 可以露出妳的口罩 用什麼味道而已喔 這是什麼 秉承的 是嗎 你要不要再確認一下 可以再問一下 什麼味道 好 它是我們常常吃的水果 水果樹 水果沒有碼果樹 平糖也沒有 好啦 我要公布答案了 這個是我們那個 圖書館公司上的八個樹 哇 老師我剛剛就拆包了 妳有拆包了嗎 我剛剛沒有聽到的答案 剛剛說這樣可能是花的 好吧 來 因為它確實是地上掉上來的 很成熟的果子 所以呢 它已經有一點 怎麼樣 我不敢讓你看到 或是怕妳會嚇到 來 老師希望妳多親近我們的校園 妳會發現其實我們校園 也有很多很豐富的自然支援 但是請妳要愛同它 好 來 我們體驗結束 那現在呢 我們要回到課本 跟著我們的作者 還有跟著他們的同學 一起到我們本課去做氣味之旅 好 來 一起去旅行 我們要準備開始本課 看一下第二關 閱讀 裝飽 高手 所以在上課之前呢 我想請同學先來用好聽的聲音 朗讀本課的課文 等一下呢 課文裡面有很多寶藏 要請你們一起來找出來 好 來 全班一起來 五 氣味之旅 開始 五 氣味之旅 早 早 秋 十分 在 全 生 們 載 到 愛 和 盤 色 草 地 上 一首 職務 現在第二個請同學 抓什麼好 請妳現在好 我標示課文 總共有幾段 好 只有十秒鐘 只有 先不要講答案 等一下 雅妮 總共有幾段 總共有幾段 六段 總共有六段 來 有沒有人跟他規比一樣的答案 你幾個 五 你也是六段 好 代表我們其他大家都六段 對不對 好 很好 裝到第一個寶 那剛才呢 念完課文應該都有概念了 現在我們要來裝第二大箱的寶藏 要抓什麼呢 標題 標題已經轉過了 來 看一下 第二個寶藏 來 我們上學題叫過的六個檔 人 請妳找出主角是誰 在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做什麼事情 然後呢 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以及他們是怎麼經過的 好 來 這裡呢 我要開放各主去討論 然後妳可以在妳的課本上 等一下請八年的同學畫出來 好 來 我們這一課的主角又是誰 來 哪一組要先說 黃燕萱 老師和學生 老師是誰 她有說她是老師嗎 老師是作者 然後學生是她的同學 好 因為她說她帶著學生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猜測這個作者 可能是老師 好 對呢 然後第一組名下 你加一分 來 第二個 在什麼時間 好 楊燕萱 這一塊 早秋十分 地點呢 來 第二組 愛河漢的草地上 愛河漢的草地上完全答對 好 愛河漢的草地上 好 來 再來 世界 到底這課是什麼世界 好 來 展開氣味之旅 非常好 好 來 氣味之旅 就是我們本課的重點 有沒有好 來 最後兩個呢 原因 為什麼要這麼做 來 劉獎 第四組的經驗 第四組的經驗 你們第三組現在進教我聽不到了 是希望讓學生體驗 體驗什麼 體驗大致人的 你等一下 你知道體驗什麼 體驗猜貨幻 認識的話 是不是 好 還有其他答案嗎 來 劉獎 體驗大致人 好 來 這裡可以 來 這個原因 剛才我們其實開始 都講過了 對不對 因為可以想知 坐著他們就是應在高雄 他們學校也可是在愛河漢的附近 所以有機會可以就近體驗一下大致人 來 最後 經過 這個氣味之旅是怎麼樣 過程是如何 來 請問 經過 經過是甚麼 那是 那是已經結束了吧 來 經過是怎麼說 好 來 請問 他們聞了很多花 也看了很多花 是不是 那 好 翻轉圈 他們看了很多花 他們還要認識了很多花 然後還要拿下 還要聞聞 然後要聞聞聞 還要拿下來拆 好 拿下來拆 好 你先講得也很完整 好 剛才舉手們等一下我們再加分 好 來 經過 剛才從一開始的 從老師代理他們 沿路上經過很多花 聞過很多花 最後要拿下眼罩 拆拆看跟剛才他聞到的 跟他的外型想像的有沒有一樣 是不是 好 來 那我們再來抓到第三個 剛才看了裡面很多植物 你發現植物裡面他都有提到他的氣味 還有提到他的什麼 雅尼 除了有味道之外 他還有提什麼 植物的什麼 好 那是植物的名稱 老師說他在描寫植物的味道 他又描寫植物的什麼 來 開心 名稱 名稱 有啊 名稱是植物名稱 氣味 還有 來 形狀 外型 外觀 是不是 好 來 接下來 其實剛才在念的時候 我就發現凱欣已經抓到這個寶了 他在邊念的時候 他已經用銀光筆找出 第一個植物名稱 對不對 好 來 現在請 好 來 現在幫我找出 到底我們特等上出現的植物 再描寫他的氣味和外觀 是哪幾行字 現在請你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現在老師要直接公布答案 看看你有沒有抓到這個 好 我們一段段看 我們從直接跳到有植物的地方 看一下 peepardone 提到龍的主 主要的植物有七里香跟大王仙丹 那描寫他的味道是哪一句 可不可以一起幫我寫出來 那個 七里香是 小辣一件 香香水 香香水 香百合以及油牌香 這裡是不是在描寫他的味道 還有呢 他到了 鮮丹呢 紅色的花瓣 誒 可是好像沒什麼味道 它是有淡淡的 橡膠味 香香味 好 那這裡 老師 這裡看不清楚了 這個來 紅色的花瓣 這裡是描寫他的外觀 是不是 來 第三段 是以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植物 味道特別不一樣 哪裡 他的味道可以說 來 聽稱 味道相當便一樣 哇 沒錯 那他的外觀呢 來 紅色的是味道 外觀呢 來 鐵輪換一觀怎樣 粉紫色 粉紫色的花 然後還細細碎碎的 好 你抓到了嗎 還有 濃重的氣味也是在描寫他對不對 好 剛才那個 李甄又補充一下 老師 他其實外表很可愛 可愛小丑的花 對 這裡也是形容他的外形 是不是 好 再來 第四段 人火龍出現了 人火龍的味道如何 好 一些人火龍的味道如何 充滿水果香 是不是 好 沒錯 畫他的外形 很好香 香什麼水果 這邊有什麼叫 像草莓 像木瓜 像香花 很香 留著 聞到了 好像會流口水 好 最後第五段是集結 剛才前面全倒 對 介紹全部把剛才前面經過的呢 都再整理出來 好 來 有基石藤 龍火龍 大王仙丹跟七零香 還有白龍 描寫他的味道 基石藤很臭 龍火龍呢 有水果香 來 你看那一半喔 大王仙丹 味道平淡 好像橡膠尾的那一個 好 那色彩呢 而顏色呢 雞子藤 花小細巧卻沒力 然後龍火龍 手果 可是他是千瘡白狂 大王仙丹 味道平淡 可是呢 它顏色卻很鮮 別紅紅的那一個 你有發現嗎 有 對不對 好 OK 那 我還沒有要問 好 那現在呢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老師想 我們每一段的大儀呢 我們可能要下一節說 那現在呢 老師想把剛才你們知道的植物的名稱 還有剛才我們說的氣味跟外形 幫我做出一個這個表格 等一下呢 各組來 第一組 請你們寫第一個出現的植物 請問第一個出現的植物是什麼 大 愛 幸福 大 愛 幸福 大 愛 幸福 心裡 蝦 好 來 你們這一組呢 寫 大 王 仙丹 你們這一組 第三組出現的植物是什麼 基石藤 基石藤 好 來 接受這一組 請你 人或龍 請你幫我來標題用紅色的寫上 藍色的呢 請你寫他的外形 藍色的 請你寫他的外形 來 幫我發一下課程合理 來 藍色的寫外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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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後 黃色的請你幫我寫氣味 來 黃色的寫氣味 來 黃色的寫氣味 好 接上去 來 聽到的 藍色的植物 藍色的寫敵箱出現了 來 第二組 你們的植物名稱是什麼 黃色的寫外形 好 倫莫榮也出來了 好 明明我們還在一起 來 我們現在已經有 最後時間來演進看黑板 等一下呢 下一節課老師會請你把黑表格 整理在我們課本上 老師這邊有小的黑的表格 那我們就在下一節課的時候再整理 好 來 你呼吸一下 因為剛才你說的意思說老師 找不到西里香的文字在哪裡 好 沒關係 因為我們是要以貴本的文字內容為主 所以呢 它是要看的圖片 它說 花瓣很白 很像牛奶 好吧 來 這一題他們已經很努力了 雖然課程上沒有提到它像牛奶 是不是 好 來 第二個 西里香的味道很像香水 像百合花 以及有海香 好 字太小了一下對不對 大王仙丹 色彩艷麗 有橡膠的味道 有沒有對 好 第二組就很棒 第三者 基石藤還畫圖咧 好 他說 基石藤可愛小巧 花細巧美麗 對不對 還有一個 科本上提到它有細細細碎碎的花瓣 哦 味道像大便 好聞嗎 好 很臭 好 來 最後 龍火龍的外型 它寫外型像南瓜 課本上有時候它想南瓜嗎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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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他說它張開眼睛的時候 發現龍火龍怎麼樣 千瘡百孔 因為它可能是手果已經掉落了 可能像剛才我們的巴勒一樣 經過了冬吹日曬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這邊寫手果千瘡百孔 會比較符合我們的課文 好 來 最後 好 最後它的味道很香 像草莓 像木瓜 像香瓜 好 沒錯 這都是我們課文中提到的 那同學 你的抓寶也都有抓到 我先給各主都加分 等一下客人有擬手的呢 我們會再說 還有 還沒 無語說下來 還沒下課嗎 好 那恭喜各位闖關 闖到 跳過第三關 我們闖到第四關對不對 好 那我們剩下的關呢 我們就下一節課再繼續 好 我們今天的無語課先上到這邊 好